雷总 雷总 我 什么都不用说了 一起交给我吧 王律师 保释经文已经交了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去弄清楚情况 无疑诽谤 还有恶意伤人罪 急促外面那个泼妇 如果他还护脚蛮缠 我来与证奉陪到底 明白了 雷总 来 我来自杀说 我来自杀的 你刚才在那边 你说我说 我来自杀了 我来自杀了 你什么事 你不想 我来自杀了 我来自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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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没有香菜的 是你的 是你的 我把剩下的鳝鱼啊 都给你们了 因为我快打烊了 谢谢 可是 这善于也太多了吧 多什么 你都这么久没来了 多吃点啊 她是你新男朋友啊 老板娘 你先去忙吧 不用管我们 慢吃啊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还要约你出来 没关系 本来也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的 怎么样 离开宇天之后 有什么打算 之前也是因为郑融的帮忙 我才可以进宇天 其实当我知道你跟郑融的关系的时候 我就想辞职 后来被郑融制止了 她鼓励我 用我自己的专业 证明给一些人看 那你证明了吗 虽然我不是最优秀的 可是我努力了 尤其是接触了娱乐城这个项目之后 让我感受到了工作的乐趣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宇天 我在小岛上小了很多 也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 我要自己创业 创业 有些事情如果现在不做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了 我想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不仅是为了生存和赚钱 还有梦想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理念和我的双手 让每一位客户都住上有生命 有温度的方法 理想很丰满 可现实很骨感 杜小姐 你想好了 现在自己创业很难的 我知道 十个创业九个死 剩下一个半死不活 可是我也总得试试吧 站在大街上等着天上掉线病的事情 不适合我 好啊 有具体方案了吗 先租房子 要我帮你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您每天忙的都是上千万的事 这点小麻烦就让你来帮我的话 那性价比也太低了 不过 您的好意我先攒着 等到以后人命关天的档口 再请您亲自出马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可得给你提个醒啊 工作没了 这债权关系可没得商量 房贷可得按时还 放心吧 债儒 我不会跑路的 我自己写下的欠条 就算是跪着 我也要还完 好 上午我想请两个小时假可以吗 换我的工作室新开张 我想给他去捧捧场 下午开会需要资料 你还没准备呢吧 你请假 你想让我自己准备啊 可我都答应人家了呀 何俊飞 胡捧狗有重要 还是自己的饭碗重要 需要我来告诉你啊 可 这次是杜小苏 杜小苏杜老板 喜不喜欢 气不气派 姐妈我这次可是下了雪本了啊 玫瑰花 你怎么舍得花这么多钱呀 因为我爱你了 谢谢姐妈 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客人也带来了 你帮我在这儿引一下客人啊 我先去忙 你猜到老板几分钟啊 一开始使唤我了 你不是我闺蜜吗 只能靠你了 爱你 你帮我一下啊 爱你 放好啊 好嘞 贵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不欢迎你 我把话给你带到 你好得让我进去跟小苏道个喜吧 欢迎聊一下人走 小苏 群飞 你过来了 怎么不进来啊 我 群飞是我今天请过来的客人 她是你的客人 我还是你的股东呢 反正我不想看看他 四齐 我郑重给你道歉还不行呢 但是你也得理解我 我是因为在乎你才跟你生气的 今天是你好姐妹儿的大喜日子 你能不能给点面子 不要闹头 高高兴兴的哦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想你之前跟我说的话 你不是一直骂我不够上进吗 我现在对我们的未来 已经有了初步计划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 老师想问一下哪位是杜小姐 我是 麻烦你签收一下您的画篮 画篮 滚路 杜小苏 是不是有人暗恋你啊 嗯 我 喂 你好 哪位 请问您是远洋城B1101的商户吗 是 我是 我是远洋城的乌业 你快到店里来一趟吧 出事了 气死我 你别着急啊 有什么事情先慢慢说 没法慢慢说 我告诉你 就是他 姓布的 你给我站住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设计师 你就是入门偷窃的小偷 先别激动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或许你冤枉了好人 我冤枉好人 大姐 你什么意思 我家的东西就是他偷的 大姐 你是不是误会了呀 我怎么可能偷你家东西的 这个小姑娘 你看年纪轻轻会装吧 装得一脸无辜的样子 你怎么不去当演员了 你看 还戴着个项链 这个项链很值钱的 肯定是不来的 别吓死了 大姐 请你不要血口和人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问你 我们家洗手池 上面有一个隔板 我放了一个翡翠镯子 祖传的我放在上面的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翡翠 镯子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你让我搜身 你怎么能搜我的身呢 我今天非要搜你 搜了 别吓死了 姑娘 要真是你拿的 你就还给我们吧 我 我太太 脾气大 找不回来 她不会善罢干凶的 大哥 我真的没有拿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拿你的东西呢 还在那耍赖 还不财问是吧 非要我动手搜你啊 我今天搜定了 别动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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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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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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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打我 你擦我 我都跟你拼了 别打人打我 别打人打你 快点 别打死我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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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投资 就是这个女的呢 她透露我家的翡翠镯子啊 这个人太过分了 你要把她抓进去 多盼了几年 看她还敢偷东西吧 我说过了 我没拿就是没有拿 你 你没有证据 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啊 你没有偷 那 我们家这几天没人来过 除了你啊 我们家都 好了 别跑了 警察同志 我说过了 我真的没有拿 你可以去调监控录像 你也可以去我家搜 我是一个设计师 我的工作室刚刚开张 这是我接的第一笔生意 我两天两夜没有睡觉 我就赚了八百块钱 你可以说我的设计不好 你也可以说我做得不够好 可是你不能冤枉我不可以污蔑我 我们会调查亲属的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标闭坏人 好吧 警察同志啊 我跟你讲 这种女人啊 我看多了 大学毕业没几天 没钱赚的呀 整天知道买名牌衣服 名牌包 钱哪里来的 我家里讨 我男朋友讨 讨不到脑就偷东西 哎呦 脸都不要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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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说两句好吧 你打电话给家属吧 好吧 我们这里要做个比公 这俩怎么都不接电话 这俩话呢 喂 雷总 我是杜晓苏 我现在遇到一件麻烦的事情 你能不能来一趟派出所 我或许开了 你从此都不过 我从来 你被人搞不担心 我 我儿子 你还要走啊 我 我只要我得到我 我只要我 你什么都有 你还要我 我只要我 我只要我 恶意伤人罪 嫉宿外面那个泼妇 如果她还护脚蛮缠 我来与证奉陪到底 明白了 雷总 没事 送你回去了 走 我这个 Gmail 我最后十分安排 找到最后一位 我最后十分之处 我最后十分的 π闹头 第一个月 她也在那时 以后来 我都要拒绝你 警察同志 他怎么走了呢 我的镯子还没收到呢 他怎么可以走呢 警察 你拦住他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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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怎么回来 咱们真别忘人家姑娘了 怎么可能 镯子找到了 镯子找到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别动 忍着他 你可真能打 碰到这种人 还跟他费什么话 下次直接报警 交给律师处理 自己痛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社会这么复杂 这一次也算是长见识了 脸上的伤这几天不能碰水啊 否则 留疤了会变臭的 哪有那么夸张啊 小苏 你成天面对这些三校九楼的人 实在然不放心 不经历风雨 怎么能见彩虹呢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是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总觉得 你这是盲目老管 回来 还是我自己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以后 你就是我店里的第一位荣誉 贵宾宾会员 只要有装修的事情找我 我就给你最低友情折扣架 只是友情啊 走吧 安静再见 不安 雷总 就我这赛毛的功夫 我怎么跟你比啊 我又不是邵俊荣 是 你是不是真容 谁都不可能是他 对不起啊 雷总 没关系 对了 我听说杜小苏工作室 没什么生意啊 我也是不知道 他吃了哪个熊心抱的胆了 啊 对不起啊 雷总 就敢这么没人脉 没后台 就开个工作室 开工作室怎么了 他为了跟我理论 连车都敢来 对了 你先回公司吧 好 我还要出去一趟 那不用送您啊 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 喝得烂醉也就罢了 你居然 做出这种糊涂事 爸 那天雨震哥拒绝我 我一时难过喝多了 才会跟林向远 爸爸不是怪你 爸爸那是心疼你啊 可是你再难过 也不能跟那个林向远在一起啊 你越是不珍惜自己 雷雨震就离你越远 男人绝不会 因为女人 自暴自弃而更珍惜他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爸 真别想要 我今天遇见了 我一下子 还有男生 有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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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没有客人 这次不算 再来 有客人 有客人 欢迎光临杜晓夫 雷宇峥 怎么是你啊 我路过 再来看看 怎么 不欢迎啊 也不是不欢迎 你办公室冷冷清清的 连个人气都没有 快倒闭了吧 雷宇峥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是不是天天怕着我倒闭啊 资本家就是资本家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和你卫生打一招呼 回博远上班去吧 回博远 你没事吧 你以为我杜晓苏 出来开工作室 是随随便便闹着玩的 我是怕你借不开锅 活活饿死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你怎么知道 我会被活活饿死啊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你 證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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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宇真哥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你再等等 我现在这个合同啊必须要马上批完 我要订婚了 订婚 你不恭喜我吗 你是感到意外 还是不舍得我嫁给别人 帮绿 恭喜你 真心话吗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订婚了 我当然为你高兴 到时候记得把请柬给我 我 我一定给你抱个大红毛 好 订婚勤俭请你收下 雷宇舟 我给你留的最好的位置 请你一定准时来观礼 等等 你要跟林向远订婚 怎么 我跟林向远订婚不可以吗 好 梵绿 好 他已经是你为欢夫了 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不合适 林向远这个人 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这个人 连我都摸不透 你再考虑考虑 林向远真的不适合你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不了解你 不会又知道把婚姻这种大事 当做儿戏 你仔细想想 我只是希望你幸福 幸福 我想我会幸福的 你放心吧 我不会把婚姻当儿戏的 我 我会把婚姻当儿戏都想着 我自己会把婚姻当儿戏 我今天不要在家里面 我把婚姻当儿戏 我就是想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着我 又一单 杜小苏 你的财运来了 挡不动挡不住 干杯 完蛋了 杜小姐 你看起来很逍遥嘛 什么事情让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居然也不见上我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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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